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方向是天父要我走的吗? 我们可以体会越重大的决定,越让人感到彷徨不安 但如果太过纠结要得到明确答案才敢往前踏一步 就很容易让人始终在原地愁愁不前哦 其实天父不只是要告诉你这个决定yes or no而已 他更喜欢一步一脚印,一路陪着你前进 让我们一起来读《真言》第十六章 心中的谋算在乎人 舌头的应对由于耶和华 人一切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为清洁 唯有耶和华衡量人心 你所做的要交托耶和华 你所谋的就必成立 耶和华所造的各式其用 就是恶人也为祸患的日子所造 凡心里骄傲的为耶和华所憎悟 虽然联手他必不免受罚 因怜悯诚实,罪孽得赎 敬畏耶和华的远离恶事 人所行的若蒙耶和华喜悦 耶和华也使他的仇敌与他和好 多有财力,行事不易 不如少有财力,行事公义 人心愁算自己的道路 唯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 王的嘴中有神语 审判之时,他的口必不差错 公道的天平和秤都属耶和华 囊中一切伐马都为他所定 作恶为王所憎悟 因果卫是靠公义兼利 公义的嘴为王所喜悦 说正直话的为王所喜爱 王的震怒如杀人的使者 但智慧人能止息王怒 王的脸光使人有生命 王的恩典好像春云时雨 得智慧胜似得金子 选聪明强如选银子 正直人的道是远离恶事 经手挤录的是保全性命 骄傲在败坏已先 狂心在跌倒之前 心里谦卑与穷发人来往 强如江鲁物与骄傲人同分 谨守训言的必得好处 依靠耶和华的便为有福 心中有智慧必称为通达人 嘴中的甜言加增人的学问 人有智慧就有生命的泉源 愚昧人必被愚昧惩治 智慧人的心教训他的口 又使他的嘴增长学问 良言如同风房 使心绝甘甜 使骨得医治 有一条路 人以为正 至终成为死亡之路 劳力人的胃口使他劳力 因为他的口腹催逼他 匪徒图谋兼饿 嘴上仿佛有烧焦的火 乖僻人搏散纷争 传舌的离间密友 强暴人诱惑灵舍 令他走不善之道 眼目紧合的图谋乖僻 嘴唇紧闭的成就邪恶 白发是荣耀的冠冕 在公义的道上必能得着 不轻易发怒地 胜过勇士 制服己心地 强如取成 牵放在怀里 定是由耶和华 所罗门说 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 为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 换句话说 如果你做的决定 并没有偏离圣经的教导 那么祝福你可以更勇敢一点 尽管凭着信心和感动 去规划你的生命旅程吧 无论你现在选择左边那条路 还是右边那条路 你未来的每一步 天赋都依然看顾 相信他也会用你能懂的方式 指引着你的脚步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 求你在我的每一个决定 和每一段旅程中陪伴着我 指引我的脚步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明祈求 阿们 制服你平安 信心 勇敢前进 陪你读圣经 我们明天见 耶稣爱你 为爱你 祝福你 祝福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